歡迎來到逆之旗玩遊戲圖踏上你的旅途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導遊阿逸 在隆族教異議中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來避免死亡 一些通用技能對你的幫助都很大 我整理了一些你需要知道的技巧讓你玩得更加順利 這個頻道除了會以不專業的角度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功力和資訊之外 還會解答觀眾一切的遊戲疑難 幫到你的話不妨給個like、share出去和訂閱這個頻道 最後留意Facebook和Instagram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更多頻道的動向 在關口呂叔之鎮的伊浦希武入品店 它的真品稀貨基本上是一個失物營領區 用來處理遺失的物品 如果你以外出售任務物品 它們會在遊戲幾天後出現在這裡 這樣你就可以重新買回它們 不過如果你將物品給了其他隨從 沒有收回來就解僱了它們的話 這些物品似乎就不會出現在這間店 我就是因為這樣而失去了部分裝備 當你在戰鬥裡面失去所有HP的時候 立即打開道具用治療藥 等你恢復HP 然後你就會站起來了 所以基本上不用用到龍之鼓動都可以繼續生存 用治療藥更加有效 這個技能不適用於由高處墮下的死亡 但是幸好的是我們有另外一個技巧去處理這個問題 只需要將隨從掉下去 然後你自己都跳下去 隨從就會接住你 完全沒有傷害 如果隨從死了的話 你可以用魔攻守的命環魔攻復活它們 然後才跳下去 導賊的一般技能順道會讓你在敵人身上偷到戰利品 包括它們可能掉落的武器和資源 攻擊龍甚至可以拿到龍血症 導賊還有一些額外的移動能力 你可以用登場遠來敵人 也可以去到高處 甚至將它與斷頭台結合 讓我們跳到更加遠的距離 導賊兩層的潛氣 讓你減少成為敵人目標的機會 在復活隨從的時候非常有幫助 而弓箭手4就增加了最大耐力 探索的時候重量管理非常重要 太重就會加速耐力消耗 在戰鬥裡面沒有耐力是非常麻煩的事 所以你要確保將物品分配給隨從 一有機會就存放強化材料去倉庫 因為當你去裝備店強化的時候 會直接由倉庫用的材料 所以你沒有必要帶著它們 只有龍色者例外 龍血症一定要在道具裡面 但是至少保留一些龍之鼓動在自己的道具裡面 因為如果你死了 而龍之鼓動在隨從身上 你就沒辦法用到它們了 當一個支援隨從脫離隊伍的時候 它們拿著的所有非裝備物品 都會自動傳送到倉庫裡面 令食物之旅腐爛的道具保持在完美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將它們扔進水裡 或者跟它們說話解僱它們來做到這一點 提升負重有幾個方法的 世界各地有一些金色帝王甲蟲 用了會永久提升負重0.15kg 身高體重數值比較多的隨從能夠負擔更多重量 你可以在狀態畫面那裡看到的 裝備兩隻真職戒指也能夠增加負重10kg 在防具店那裡找到 另外戰士6L的真機也會增加負重 就算切換去其他職業都可以裝備到它 也不要忽略城鎮裡面二戒石的搜索功能 如果你在任務裡面遇到困難 只需要找一個能夠為當前任務做響導的隨從 招募它們之後用高命令 然後隨從就會引導你去任務地點 也要經常根本支援隨從 因為它們在你的隊伍的時候不會升級 遊戲初期最好在二戒石召喚一個法師 因為每個法師都有治療結界 當你的血量低的時候隨從就會用這招 回復到當刻最大的HP 性格是隨從在戰鬥內外的取態 一個財略的隨從會優先考慮保命 而一個奔放的隨從就會直接衝向每一場戰鬥 在選擇召喚哪一個隨從的時候很重要 也都需要將正確的性格配到正確的職業 城市裡面有洞察資管 只需要花一點錢它們就會告訴你下一個目標的方向 或者大致告訴你應該去哪裡 得到新裝備的時候至少強化一次 因為你第一次升級只是需要花費少量金錢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區在強化裝備的時候可以增加不同的數值 如果你在早期找到任何新裝備可以去飛輪雅斯 或者關口呂叔之陣的裝備墊強化 它們都會提供一樣的強化數值 起營火休息 除了可以恢復HP去到最大值 也能夠攀任 這些料理會給你buff 令到一些較為困難的戰鬥變得容易 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之後會有更多龍族較易易的影片 不想錯過的就記得訂閱啦 有些甚麼問題就在留言問我啦 走之前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出去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拜拜